你又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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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没累着你吧 大娘 没 来 小肚子 来 给奶奶吃 你奶奶坐过这里了 坐 坐 来来来 吃这个 大雨 晚上给你喝几个事 啥事 大娘 您好啊 小姐 大林呢 出去了 这位是 这是 兜子的酿 大芸 这是大林厂的老板的闺女 亮小姐 那我赶紧再加点菜吧 不 别麻烦了 不麻烦 不麻烦 马上就好 来 坐坐坐 吃饭 正赶上了 还没吃呢 坐坐 大娘 大林她去哪儿了 这不斗 大娘 我听大林说啊 您最近腿脚不好 我呢 特地到药房给您抓了几副药 药店的人说呢 这药是祖传的秘方 过去是进贡给宫里的 你要是觉得好用 我再给你抓去 娘呢 这么好的呀 那大娘歇歇了 这孩子不懂事啊 来 吃 吃 孩子吃 吃吃吃 吃啊 你看 正赶上了还没吃呢 快吃 吃吃吃 吃吃 转店 热火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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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 客官 您来了 喝点什么 我喝高沫 好嘞 好不好 还记得 很好 慢走 慢走 快走 快走 慢走 哎 怎么样 真讨厌 让这大姑娘帮你去看那事 赶紧告诉我妹子什么程度了 行 这儿盯一下 我去一下 晓菱啊 给我拍张照片呗 哥 你干嘛呢 你那真是干啥呢 对不起 这东西 别说我 别说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走啊 你 这儿 来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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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这 今儿这事你可千万别说出去 哥 我瞧瞧你了 哥 我跟舅子是真情流露 结果身子熟虑才做出这种事 哥 你可千万点把你抖住了呀 哥 哥 你说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说 你说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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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这让老板娘知道了非得把你 不不 哥 哥 我跟你说实话 我跟舅子 我是真心耐着这个女人 都是爷们 您能理解我吗 行行行行 都理解 理解 理解 是吧 我看你啊 是在日本那集啊 给憋坏了 真是 难怪你那么想要大厨的位置 你要真喜欢 哥让给你 没事 不就俩钱吗 有什么呢 真是的 还是 还是你理解我哥 谢谢哥 谢谢哥 公晓菱啊 你得为人姑娘考虑考虑啊 咱俩这身份 万一给人连累呢 是 对不对 是 没跟他说咱俩事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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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没说就好 咱俩这事日本人知道了 那可是猪连九族的大罪 哥 别沾错队啊 不会 绝不会 放心 哥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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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吧 我走了 好 哥 哥 那招片 招片 回头把脚卷扔了 放心 不是 是的 本来是老板们不在啊 想让你给我拍张照片呢 下次 下次 行 哥 那招片这正拉的 赶紧晚走啊 哥 根本就没卷 讨厌 赶紧送老板去房间去啊 别我说漏了啊 怎么借我啊 回头买个胶卷 给你赔两张呗 去 流氓 车 疲惹 早 到今天 真的 乔口 回头 寻辑 江琳 何正在 魅力 那一世界 我 不知道 好 我 我 用尽大的 櫓子确实 增加了巡逻队的数量 而且机动的速度 也比以前快多了 那你说怎么办 不能用枪 用枪谁也跑不了 这北平城这么大 难道就没有 可以下手的机会了吗 有 福田料理店 二林呢 对 我今天去猜点的时候 我发现在料理店的后面 有条胡同 非常僻静 平时没有人 从料理店里出来的鬼子 都到这条胡同来撒尿 这儿 是一个空院子 临着胡同这个墙高 这边的墙低 我们从低的地方出去 绕到后面 从这儿逃跑 能够躲开巡逻队 那这回你还准备用刀吗 那这回你还准备用刀吗 杀人不一定非得动刀有枪 上战场你就知道 我还曾经用鸭咬死过鬼子呢 鸭齿还能咬死人 那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咬死的 以后再说吧 时候到了 走吧 小权师傅 小权师傅 有人找你 小权师傅 你去忙吧 你跑这儿来干吗 你那么紧张干吗呀 我又没说找星天呢 我是找小权师傅 有什么事赶紧说还忙着呢 三菱的事 三菱现在一门心思地往上窜 可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我说她她也听不进去 你是做二哥的 你得好好劝劝她 特高科的人能热吗 行回头跟她说还什么事 还有我的事 还有我的事 什么事 田三菱现在屁股上上点了火似的 疯狂地坠连阿佑 可是你觉得 杨瑶又跟她合适 还是我跟她合适啊 宋小姐 这事啊 我做不了主 天桥里不算挂的吗 你去摇一块就知道了 你说的认真的呢 到底是合适啊 那梁小姐啊 小姐脾气 嚣张跋扈的 她肯定是不合适 还是你有眼里劲 是 孙小姐这八大胡同的背景啊 我们也高门不起 天 小泉师傅 我告诉你啊 我虽然是八大胡同出来的 可是我从来没做过丢人的事 你给你弟一副德行 你给你一副德行 你给你一副德行 真行 就剩他们两个了 喝起来没完没了的 累死了 要么先歇会儿 我盯着 那你赶紧把他们两个打发走啊 嗯 二位泰君 还需要再点点什么吗 怎么 赶我们走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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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世道不太平 听说北平城了呀 有人专门谋害这耍单的泰君 你没有喝成这样 还是小心点吧 没关系 我们已经接到上面的通知 还是小心为妙 谢谢大叔关心 陪我俩喝一杯 我们就走 喝一杯就走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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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大林哥 咱不能躲在墙后面吧 什么也看不见啊 不用眼睛看 用上来听就行 这都是战场上学来的 以后你就明白了 你看 大林哥 今天那个王慧云 就是老钱的媳妇吧 我看她挺好的 这么年轻就当了寡妇 也挺可惜的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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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 动作 慢点 谢谢 你带活人吗 没有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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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看 来 看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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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钱呢 没钱在那儿看什么店啊你 为什么没钱 我拉过来 这帮什么人 过去好像没见过 爷 您最近不爱出门 你们不知道 那脑袋属于中分跟一屁股员的孙子 是军需处处长的姓外甥 姓郑 叫郑彪 他仗着他舅舅的势力找了一帮小凤凤 现在谁都不放眼泪 给我查查 看做什么买卖 跟咱们有冲突 爷 您的意思是 我是想啊 给他们试试的 一天三零 看看水 到底有多深 明白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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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ached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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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是一个团伙 好 料理人 事物受到的質問嗎 是 全部受到的 店的小泉是 兩人的兵士都被注意到 然後 死體人們都說了 同樣的 看 真的跟料理店沒什麼關係 看不看 去吧 来 表哥 这些钱你先拿着 事成之后我再付另外一本 坐下兄弟 这个事儿哈 你找到了表哥我 就算找的人了 是是是 不就是田三菱吗 你放心 这是要我一见他的面 他肯定就是满地扫眼 你信吗 信信信信 但是表哥 你别小看这田三菱 这处可不是街面上一般的混合 我听说 他是那个梁老板 就那梁文山 他的手下 梁文山是谁啊 梁文山就是 梁文山是什么玩意儿啊 不是 你 我 你知不知道 保安军 军需处处长是谁 谁啊 那是我亲舅舅 你说你 连我事儿的背景你都不知道 你找我干什么 知道知道知道 要不找您办这事儿啊 行了 大家试试等我消息吧 是 对了 把后面的钱给我准备 好嘞 走了 爷 这下咱们就坐山观虎斗吧 爷 这傻貌 就算是他有军需处的关系 可让他去半田三菱 那肯定吃亏啊 这就叫借刀杀人 但 姓郑这小子肯定会吃大亏的 到时候 自然有他的舅舅 治三里鱼死地 三哥 你听说没 昨天福田料理店的 又死了个鬼子 八成是出烟团的人干的 活该 都死绝了太好了 我说你姐的名字 这花儿也太多了 这那么麻烦啊 就麻烦才得练呢 你姐不是在六国饭店 给你找一拆去吗 没事别往我这儿窜啊 让你姐知道了又得收拾你 她现在整天喝得醉心寻的 根本没工夫理我 没事儿 你姐是不是又棒了人了 不知道 这种事她也不会跟我说呀 三哥 你是不是不放心我姐呀 你姐一女人 天天跟他们些不三不四人混一块 能不吃亏啊 她 她能吃亏啊 那倒也是 天三林是谁啊 这位爷 您找天三林是什么事啊 我是想让天三林知道 马王爷有几只眼 知道吗 赶紧去 不然的话一会儿连你们一块收拾 你这愣着干吗 赶快找去啊 解闻员 随便坐啊 写什么呢 随便那俩字 解 也是 前两天人教我一字 怎么写来着 给忘了你说说 什么字 死 死 解解解解 没有文化是真可怕 来 死 这么写的得有一勾 来来 勾 几个意思啊 几个意思啊 几个意思你们啊 几个 大哥 来这时候一直忘了问你了 你哪位啊 我你都不知道 我就是 你 你 三哥 三哥 等等等等 没想完呢 我告诉你啊 我救救可是 你 哎 等等 你教我这字学会了 你看写的还行不呢 死 死 都说这字呢 得多写多练 今天爷爷就多练一遍 抬下来 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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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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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扔劲儿去 让待会儿的瞧瞧三爷子舒服啊 啊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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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死 嗨 一 一 货舱打起来了 结果怎么样 三林 把郑彪的人给打了 还在生政的脑门上 刻了个死字 三林的三林 你看 我不让他学写字吧 不听我的呀 我供伴着这会儿 郑彪 正跟他舅舅诉苦呢 爷 他们要是来点找咱们怎么办 准备好车 就让小姐 咱们哪 天津走一趟 是 啊 三林 三林啊三林 不是干爹不救你 冤有头 债有主 是你太鲁莽了 娘 最近店里忙 也没时间回来看您 您自己住点身体啊 好 二林 你要心里有个事 你把案端端 是不是个嫂子事啊 你拜掌口嫂子鼻口嫂子的 我跟你说 你看那个亮小姐怎么样 您怎么问起她来了 我把这事放在心里好几天了 可变上来了 怎么说你这事 你看啊 我看那个亮小姐 好像看上你大哥了 那天三林跟俺说 她也看上亮小姐了 我敢敢敢敢敢为难了 啊 你说啊 这是亮小姐和你大哥好的 这三林 那不就得跟那个小宋好啊 我死看不上那个姓宋的 你看 亮小姐和三林好的 这个大林 那不得和大云子好的 娘 这四个盖 您还记得哪个是亮小姐吗 您自己都忘了吧 所以啊您就别瞎操心了 我大哥对王慧云怎么样 您心里清楚 我弟那样 亮小姐咋能看上他呢 我还不管了 我还管不了 二连 你老大不休的 你看看熊耀 您哪屎鸟 娘您饶了我吧 我现在整天啊 还跟眉头仓似的 哪有闲工夫 我看您老就是闲的 什么时候老三啊 拉您出去溜溜 省得再胡思乱想 行 好嘞行 我得回店里了啊 我得接叫换些医生 店里有工作服务 您放心吧 娘 王慧云对您怎么样 您心里清楚 您对小豆子 不是也很好吗 所以我看啊 俩好 变异好 多好啊 好 我走了 您那一猴呢 好喝吧 夫人 您尝尝我这道糖 好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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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苦命的怨恙 你们交些相处 有感情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邱子吧 他也跟了我好些年 你既然跟他有了那种事情 那你以后得好好对待他 难得像你这样的坦白 你放心吧 我不会往外说去去的 我的亲姑奶奶 您真是我的大恩人 我做鬼也要报答您对我的这份恩情 你起来起来 对了 料理比赛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小泉泉她的手艺我是知道的 你要好好努力 虽然我提供了机会 可最终你还是要自己把握住才好呢 夫人您放心 我早就准备好了 我跟她拼了 我一定不会辜负夫人对我的这份希望 我先去 我先帮你 把握住啊 我先去 我先去 ここ上去 把握住那边的救贵 你可以了 但我梦子 等我当了大厨 我一定万能赚钱 我把钱都攒起来 都攒起来 一分也不给我花 哪儿都花呀 我攒钱为骂 我攒钱是为了咱俩走 离开这儿 咱们回天津 咱自个儿开个花 开个进门最大的日本料理 到时候我让所有的服务员 都管得叫夫人 你看 秋泽夫人 你想死吧呀 我想想 榨桨面 都夫人了 还吃榨桨面 我逗你弯的 小邻居 你真的会照顾我一辈子吗 所骂呢 你所骂呢 你对我这么好 我能亏待你吗 不胡扶你 绝不会 向心哥 我早晚就把你娶了 等娶了你之后 你得给我生一大堆胖儿子 到时候我把我的手艺 全交给他了 你就等着跟我相思吧 太好了 小邻居 嗯 其实人家 小邻居 有客人点你 秋泽冬 有客人点我呢 我趁那小子不在 我得好好地给他们漏机说 让他们知道 各的手艺 不是脆的 真的 就是真的 等我 我 小邻居 快点啊 好 好 胡言 明儿别跑啊 家里那么多事 没事 早上老三又老不在家 在家多陪个娘 花不了多长时间 我就想让你吃口热乎的 嗯 快吃吧 天先生 这是梁小姐让我给您送过来的 他要我告诉您 他要去天津待几天 好 谢谢您 那你慢慢吃吧 我先走了啊 嗯 哎 你等会儿 嗯 嗯 把这个 拿回去给娘和小豆腐吃 不用 人家给你的 你自己留着吃吧 拿着 我就好那口 豆腐白菜 走吧 哦 哎 小邱哥你回来了 怎么着 对我那么客气 是不是怕我把你那事 我给你保密啊 不是 不是 这叫人逢喜事静山爽 我把我跟舅子的事 跟夫人说了 夫人她疼我 惯心我 说把舅子许给我 恭喜你啊小连 谢谢哥 看来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工作才行 哎 哥 那比赛的事你准备怎么样了 我可准备的差不多了 是罗子是马拉出66了呗 是罗子是马拉出66了呗 是罗子是马拉出66了 拉出66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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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郡 我怎么看这小子的气就不打一出赖呢 小林郡 我相信你一定会在大赛中取得最后的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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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相信我 在我眼里 小林君一定是最棒的 不 我做小林已经足够了 不是为了证明什么 而要证明什么 我受伤失去的东西 我要尽手把它拿回来 来 来来来 看这身体有点大 这我都打劲了 小林老师 有没有喘气的 没看着 鸟筋了 大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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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子 你怎么这么瘦了 吃不饱吧 走 跟我回家 我问你 你把我们家外甥女儿 给藏哪儿了 今天你把人给我交出来 你要是不交出来 我告你去 告你哥对话语之下抢民女 我们家那外甥女儿 年纪轻轻地守了寡 她就够苦的了 末了末了 还让你们全家给欺负 你 你这良心 让鸟筋吃了 光天花儿之家 她该毕用王法了 我都不行 没有交理她的 奶奶玩了 对 豆子 奶奶玩了 奶奶有什么不求你 你在南部里都不吵了 你现在就挂起来 我能放这儿不到的 我能放这儿不到的 船长 您找我 啊 大林 您看看这个 能做出来不 这不难呀 用什么材料做 用黄铜 成 多点药 马上就药 好 那我也试试你 嗯 那进来 进来布里头做 进来进来 这会儿知道要脸了 你说啊 俺家这大门百天黑下 管过没有 都开着 大云怎么不跑呢 那跑啊 是吧 你两个说 你两个带大云 像亲闺女似的 是吧 那她咋偏向你两个 到俺田家来 伺候俺这个 母亲母故的老太太娘 你说啊 你俩要个说法 俺请你们到屋里头去说 你不去 你在这吵吵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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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你看弄这大家伙 都不安生 你这是要说法呢 还是难为按天就来呢 啊 早就说了还真是个寡妇 是啊 是啊 你说这名不正言不顺的 就带着孩子住进来了 可真够有本事呢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啊 这兵花马乱的 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 也够可怜的了 他们呀 田家要是能收留她 也算是她前世修来的福分 就是说的 你看看她那个舅舅和舅妈 也不是擅长 别碰 别碰 算了啊 行了 行了 来 行了 是啊 回来了大云子 你俩干啥来了 大云子 你看这么多天也不回家 我跟你老舅不放心不是 过来瞅瞅 是 你 你现在挺好的 我们就放心了啊 你就踏踏心在这儿住着 把店就不老两口 你好福气 心中这么个好人家 大云子好贵女 是是是 大云子 那这就不理索 你听啊松松 不 不用 不用 不用客气 不用 我们自个儿来看您就是了啊 不用 不用送 怎么办 不用送 甭送 大云子 你赶紧麻铃的扶老袋进屋 外部挺冷的 别冻着 快 快 慢点啊 去回吧你 去回吧 回去吧 回去吧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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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我是不是给你惹祸了 她俩是来要孩子还是来要钱 孩子也好 钱也好 这什么时候啊 打着张娘 她老两口来要磨 要攀头 你给她俩多少钱 我现在没钱还你 我以后出去挣了钱 马上就还你 钱是消事 要紧的是大家伙 成一家人一亮 大娘 之前的事都忘了她 好 点上 你和大林的事 俺大心底里 俺不愿意 你说啊 俺是从小地方来的啊 俺那小地方也有规矩啊 有礼数 俺不能到了北平城 把俺老家那规矩都扔了 是吧 你就说大林 大林是俺胆儿 那叫张子 俺家张子 找了个寡妇 你叫俺死了以后到地底下 俺木连见他爹 大娘 大娘你啥也别说了 这我都懂 妈还没说完呢 妈家大林 自大大老长回来了 大长欠的那个大林 俺死祸是见不着他影子了 这孩子在外头吃了多少苦 遭了多少醉 俺心里明白 那再说你 没有你 大林不会有今天 他活不到今天啊 俺也看出来了 俺家大林那是铁路信的 他想傍着你俩一辈子 俺能说吗 大云 俺想给您说吗呢 俺呢去找个任务 再把那个品力都背下 再到你舅舅家 咱再找个好的吉利的日子 把你俩的事给办了 你俩往后就好好的 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你知道吧 我知道 但大娘 你的心意我领了 可我不能跟大林 在一起过日子 这话怎么说呢 大林心里有别人 我不能耽误他 你说 是那个那个 梁小姐 梁小姐 你容我点时间 我找着合适的地方 我马上就搬走了 大云你挺敢说啊 这个样子 我呢 去问大林 来问问他 他那心里 到底是怎么想的 大娘 你可千万别去问他 你就是问他了 他也啥都不能说 我们更听说话 听到杜月子 我们下期再见了 uelle花 在下期再见了 就会下期待 能讲吗 那些回复到家 不悲起誓言跟着你徘徊 无论要经过多少试炼 让时间沉睡 爱别牢牢容颜 也许曾不告别 却还在同个情节 满城的谎言 拼天几番的埋怨 情相爱和苦离别 有的何答案绝对完美 聚散在人海 等待靠岸的那天 开始狂妄地承认不悲 再爱一遍 给我可以付出的机会 别让爱无助的荒废 不要在同个世界走成平行鞋 既然相爱不必离别 是谁在彼此无声责备 漂流在人海 何处才会是终点 已经相爱不苦离别 有那个答案绝对完美 聚散在人海 等待靠岸的那天 开始狂妄地承认不悲 再爱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